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十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四方会谈相关的更多情况 根据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这一次会谈的关键结果集中在疫苗而非国家安全 有十亿剂强生疫苗将在印度生产 由美国和日本出资 并由澳大利亚进行分销 英国金融时报介绍表示 这些疫苗将被分发到东南亚国家 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的疫苗外交包括多个地区 但是中南亚一直是重点 尤其是印尼 而根据乔治布什的前亚洲顾问迈克尔格林 对金融时报所表示 提供公共产品不是中国可以遏制的东西 但是却显示了北京影响力在现在情况下所突出的极限 中国外交部反应人赵立坚对于四国会议的反应明显平和 只是说要建议各国遵循开放包容和共赢的原则 而在去年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罗兆辉则表示 四方会谈是反华级先锋 也被称为迷你版的北约 印度拥有强大的制药业 而印度向邻国交付的疫苗数量远多于中国 但是在媒体上却少有报道 另外根据联合声明 四方会谈领导人同意设立一个疫苗工作组 还有一个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工作组 以促进在国际标准和未来创新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还有一个气候工作组 以加强全球在缓解适应复原技术能力建设 气候融资等方面的各项行动 四国领导人还同意在年底前亲自会面 沙利文表示宣布的疫苗计划 只在到二零二二年底前提供这十亿支疫苗 有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会前告诉记者 计划现阶段不涉及与世界其他国家 来共享美国的疫苗 根据会后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四方领导人联合声明 其中特别表示召开会议是为了重申对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之间四方合作的承诺 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 并为自由和开放的印台共同愿景而相互团结 努力建设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健康 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 不受国际胁迫限制的地区 同时承诺共同促进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秩序 促进安全和繁荣 应对区域威胁 支持法治航行和飞越自由 并要求和平解决争端 支持民主价值和领土完整 共同目标是应对最紧迫的全球挑战 包括疫情对经济和健康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在网络空间 关键技术 防恐优质基础设施投资 人道主义援助救灾以及海市领域 也可有共同挑战 值得合作 各国将在卫生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基础上 携手扩大安全廉价有效的疫苗生产和公平获取 以加快经济复苏 造福全球健康福祉 为了推进这些目标和其他目标 四国领袖加倍致力于四方接触 将把各国的医疗科学融资制造交付以及发展能力结合 这些接触的雄心壮志对于当下而言意不言而喻 致力于利用伙伴关系 帮助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印太地区来应对历史性的危机 使其成为所有人都追求的自由开放 无障碍多样化和繁荣的印太共同体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今天根据二零一九年 旨在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 将五家中国公司指定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 这些公司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公司以及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大华科技等其他企业 二零一九年的一项法律 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确定生产电信设备和服务的公司 如果这些公司被发现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的话 在一份声明中 FCC的代理主席罗森沃瑟表示 这份名单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导 将确保在全国各地建设下一代网络时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也不会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构成威胁的设备或服务 二零一九年的法律使用了此前确定五家中国公司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标准 二零二零年八月 美国政府发布规定禁止各机构从无家公司中的任何一家来购买商品或服务 二零一九年美国又将华为海康威视等企业列入经济黑名单 而就在去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又将华为和中兴定位对通信网络的国家安全威胁 声明禁止美国公司动用八十三亿美元的政府基金向这些公司购买设备 在今年二月华为在向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请愿书中对声明提出质疑 华为现在拒绝就新的指定发表评论 其他四家公司也没有发表评论 FCC在十二月最终确立了规则 要求拥有中兴或华为设备的运营商必须拆毁并更换设备 他们为这项工作设立了一个补偿计划 美国立法者在十二月批准了十九亿美元为计划提供资金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华为孟晚舟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加拿大法官拒绝华为CFO在引渡案中增加宣誓证据的要求 根据周五公布的一份裁决 加拿大法官拒绝了华为CFO孟晚舟在其美国引渡案中增加额外证据的请求 但是裁决出显示 法官暂时允许孟晚舟的团队要求的专家报告的部分内容被允许成为证据 但是同时需要进一步提交有关相关性的材料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高官亚洲之行的相关信息 在今天来自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 在谈到在阿拉斯加与中国的会晤时是否有任何先决条件 整个会议到底是如何来的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点 而当时国务院回答说 在下周中国会被放在突出的位置 但是这不会主导我们与东京的对话 对于我们与韩国和日本的伙伴关系来说 仍然有很多重要的问题 比如在疫情上合作 在气候变化上 在协调我们的朝鲜政策上 在促进我们人权和法治的努力上 以及我们追究违反义务和挑战的利益价值观的国家的责任 在许多这些问题上显然会涉及到中国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会让中国来主导东京或首尔的对话 对我们各国我们各国的伙伴关系 以及对地区而言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 当时相关人士回应表示 从目标而言很明显 我们如何与这些密切的伙伴关系合作 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通过对这次盟友的首次海外之行 我希望我们在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上的协调 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芯片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最新报道 政府计划显示中国将限制对半导体公司的税收减免 还有其他国家支援 只有那些显示出有能力生产中国政府所寻求的本土突破的公司才可以获得 在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中 半导体产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 在周四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正式获得批准 文章介绍北京现在希望为芯片行业的国家援助设定更严格的标准 而工业和信息化部率先公布了一份更严格的税收优惠标准草案 根据草案芯片设计公司将被要求使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这是设计最先进的处理器 内存芯片传感器和其他半导体设备的重要工具 至少一半的员工必须有大学学历 研发人员要占到员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要求还包括将相当于销售额至少百分之六的资金用于研发 至少一半的销售额来自专有设计 以及拥有八项或者以上的专利或知识产权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正式发布通知 中国政府此前在二零二零年公布了对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强化支持方案 为制造业提供扩大的税收优惠 免税期被延长至最长十年 但是这些投资导致了投资的激增 根据中国一家研发数据的报告 二零二零年芯片行业的投资达到了一千四百亿元人民币 比一年前的三百亿元几乎翻了五倍 接近百分之七十的新增投资都用于芯片设计 旺盛的国内需求可以帮助大企业增长 顶级代工企业中芯 当年净利润为七点一六亿美元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半导体项目都表现良好 武汉红芯获得了包括湖北省政府在内的总投资 大概一千亿元人民币的代工厂 现在已经陷入了破产 高级管理层员没有任何半导体的经验 另外投资一百二十亿元竞标生产智能手机 摄像头用CMOS传感器的淮安影像 器件制造厂以及赤资四百亿元量产显示面板芯片的昆泰半导体公司 已经基本倒闭